為了鄉運三十二世界之一 台北政府基盤原來第一間 吸入第三個集中阻瘟化處理攜檔電力 並且吸入水水使用在農地水分 導致減少水水排到河川 廢水透過所謂的沉澱 然後沼渣、沼液分離 那可以直接撕怪熔田 另外一種叫做早氣發電 那早氣發電現在的技術越來越進步 過去早氣發電產生的這種誘因 或者是機器對這些早氣發電的承受量 那最近年來做了很大的一個改進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到嘉義縣 那我們的黃柯祥 來看他整個的所有的廢水的處理的去處 那我們希望整個縣政府跟中央 我們一起努力 那把這樣的一個工作做到最好 那可以減免整個環境的負擔 客房設定客房設定客房設定 客房設定客房設定客房設定 並且集中處理其他設定客房的火水 還要早夜早早接溫 使用車輛機構 還要回收早氣發電 這也是氣體的排行 新木場比較集中的部分 都能夠來設置類似這種 像黃柯祥這種大帶小或是集中處理的方式 因為剛剛翁縣長有提到 就是說這個還是要一個經濟規模 我們也希望說跟地方繼續來合作 來往這方面來推動 做這個早氣發電呢 對我們需務業者 他就是說 第一可以那個 把我們的那個廢水處理的更仔細 第一然後 然後廢水除了 可以澆灌農地之外 然後又可以發電 然後增加收益 然後又可以降低溫室氣體 對然後其實對環境的永續 是有很大的幫助 那麽目的第三個主案化理用 可以把所有的廢氣分分成是主案 優利農村主案再理用 也能改成核酸誤價和差別的問題 才新的早氣可以發電 之後又不會有代電 正到麽目的收益 記得黃柯祥的館 從不得